都说龙姓本银 这从明经传说龙有九子就能看出来 那么这九个儿子都是龙和谁生的呢 老大球牛是龙与犀牛所生 球牛是众多龙子中性情最温顺的 他不是杀不诚恳 专号音律 龙头蛇身 耳音其好 能变万物声音 他常常蹲在琴头上 欣赏弹拨弦拉的音乐 因此琴头上便刻上他的雕像 这个传统一直沿用至今 老二牙字是龙与豺狼所生 牙字也遗传了其母亲的性格 凝狠 好动 为此刀剑上常常刻着牙字头像 就是为了突出刀剑的厉害 显示能震慑人的样子 明经也有成语叫牙字遇报 老三潮风是龙与 错生 身手如同母亲一样灵活 平身好冒险 又爱眺望 古建筑中电台脚上的走兽便是潮风 具有威慑妖魔 清除灾祸的含义 老四葡牢是与蛤蟆所生 喜欢大声叫 声如红钟 因此 在古代信仰上的挂钟上刻着的 就是葡牢 比喻忠如葡牢一样想要 葡牢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鲸鱼 一碰就吓得大声吼叫 所以 人们就把敲钟了木头 弄成鲸鱼状 敲钟时 让鲸鱼一下又一下撞击葡牢 让它的声音响入云香 老五酸妮是龙女狮子所生 其外形与其名特别相 酸妮安静 喜欢装作 又非常爱烟 于是跑到了寺庙 魂叔菩萨见他有耐心 便收在胯下当了坐骑 老六霸夏 母亲是一只巨龟 平身爱好负重 力大无穷 和龟十分相似 但又有不同 霸夏有一排牙齿 而龟类却没有 霸夏和龟类在背甲上 甲片的树木和形状也有差异 霸夏又称龙龟 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 他总是奋力向前昂着头 四肢脚顽强地撑着 老七碧岸是龙于虎所生 传说 碧岸像谢智一样 爱好诉讼 主持正义 明眼是非 又生得相貌堂堂 能够增加威力的氛围 高高在上 正是万人 所以 人们把他雕刻 汇视在了 这一正义 较然非正义的地方 老八 傅系 与老列画下 是一亩同胞 傅系长得更像傅挺龙 但他却是一个文艺青年 不爱打打杀杀 舞刀弄枪 只喜欢看看书 读读文章 他最常见的一个动作 就是趴在一首碑纹上 呈痴迷沉醉状 虽然有些意外 但也不是绝无仅有 历史上也有很多 虎父生犬子的例子 老九痴吻 又名痴尾 母亲是一条大鱼 身得龙手鱼身 能喷浪将鱼 最早出现在 汉语修剑的 博人验扰 汉武帝 以他长得像痴的尾巴 起名痴尾 后来 渐渐也化成了谐音的痴吻